一波打不到 這個scam是韓國自己研發的 就有點像台灣的天宮系統 天宮山形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它可以打到哪裡 60公里的高度 第二波如果打不到的話 用這個來發射 來打擊落 第三波如果第二波守不住 第三波就是愛山 就是愛波者山形 它是在30公里上下的這個高度 來去擊落這個導彈 所以它是三層防護 那對台灣來講台灣是這樣 薩德系統 天宮系統 愛山系統 那個系統不同的那個防護的作用 所以今天這個 為什麼 這個韓國不要部署 日本要部署 台灣要部署 它要形成亞洲的山 就是所謂的小北約 那又用這個三個地區 這些國防預算 來去對抗中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國防預算 為什麼 這北約 北約組織 在歐洲的北約組織 它的預算 國防預算 是俄羅斯的死北 也就是說打仗是要打 就是都是用錢的 那就是錢在作戰 一樣 如果幾個國家聯合起來 來 都針對你的話 變成是大家可以在 這個國防預算上面去做 去做 去做均分 去自己保護自己的一個 一個做法 所以今天這個 美國為什麼 這是一個 一個大佈局 美國的一個大佈局 大策略 所以即便什麼人 換了總統都沒有用 美國就是要做 那因為菲律賓 也算是給幫助了台灣 因為菲律賓 按那個什麼那個 菲律賓的總統 杜特幣 為什麼會這樣子不守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他有點被偏廢 為什麼 對付中國 菲律賓根本沒有 都是要靠美國 現在菲律賓有時候 拿俏 我的軍事基地 你們美國 看我要跟你跟你 談判有沒有什麼好處 可以拿 結果拿不到好處 他就跟中國 美國說好快 你年紀跟人家好 沒有關係 反正沒差 那台灣的地位 就突顯出來 所以今天 看台灣的事情 可能不是就當初的一個 所謂的 台灣的地位 要正常化還是什麼 他是一個 整個一個區域性的一個 一個防備 那以上今天 很高興大家能夠 非常努力的來上這個課程 那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